现在在超市买了点东西 等会回老家去 今天我又回去 家里今天去客人 我早早的回去 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 买了一些菜什么的 回去去吃饭 不让我妈去吃饭 大家好我是凌姐 今天我又回老家去了 今天不是家里来几个客人 要去看我的父母 所以我早上早早的起来 就刚才我到超市去买了点菜 还有什么的东西 我现在在路上走着回去 打扫一下卫生 舒适一下做饭 因为我不回去的话 我妈也做不了饭 我现在在路上走着了 随便和大家聊一会儿 我昨天晚上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 就是评论区给我留言 就是我每隔上两天回老家去照顾我的父母 好像是我在显摆 每次回去给父母买点生活用品 好像是我在显摆 自己有多孝顺 或者好像就是我在故意在操作什么的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你们觉得我的视频是我在操作吗 你说像我父母90多岁的人 是不是 我平常的话我不回去 你说父母在家 卫生也没人打扫 就像我前几天家里有客人 没过得上回去 我五天才回去 第五天回去的时候 我听我爸说是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凌晨到四点钟 冻醒了都没睡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把那个壁子和被子 卷到一块去了 所以被子成了两张壳了 所以我爸冻醒了 他们都不会把它抖一下 然后怀着 从被子 然后柜子还有几窗被子 有被子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把另外的被子拿过来 是不是不会抖的话 我爸就放了一堆的柴火 放了那火堆烤火 烤了一个通宵 你们说 听到这话 是不是让人真的很心痛 感觉到父母是不是年纪大了 真的很可能 你说我不回来能行吗 所以我就必须每隔上两天 这就是我抽空 我自己也有事 你说我平常回来照顾父母 买东西干啥 我也要花钱 是不是 我自己也有生活 也有小孩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照顾父母这么多年了 对吧 我又不能到外地去打工 又不能干啥 所以就得 家门口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吧 也就是说是 自己咱们做一点点事情 就算是没有时间限制 对吧 尽量的有时间把时间 活干完的话 就可以多抽时间回来陪父母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为什么朋友要这么说我呢 看过我视频的人 你们说一下 我是在炒作吗 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 就是我自己 就是一个部手机 一个支配杆 平常的话 我包里就装了一个25块钱的一个支配杆 老家就放了一个30多块钱的一个三角架 你说我 我没有那个啥 我也不会操作呀 我就是记录了一下生活嘛 好了 我边走边聊 很快我也就快到家了 我回去等一下收拾一下卫生 就准备做饭 我边走和大家聊天的时候 我就放了一个手机支架 也不影响我开车的 安全问题很重要 朋友们放心啊 我让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走到小路上了 走到我们这个乡村道了 看 从县城到我老家 开车的话也就是二十多分钟 慢一点的话也就是个不到半小时 看昨天下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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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一场春雨 这慢慢的天气就比较暖和了 还有 有的人 经常就问我 你的视频随时给你在拍视频 怎么样的 没有人给我拍 我就是自己拍 这记录一下生活 其实也很累的 每次就把三桌架我干活的时候就放到一边 有些在山上干活的话 那个地势也不平 我就找一个平坦的地方 驾驶放了 就记录一下我的生活 也没什么的 我妈看见我回来了 焦急的跑去跟我爸说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没翻车 我没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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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汤汤 汤汤 来 过来 我现在回来了 赶快把位置先打扫一下 打扫就 赶快煮饭了 因为这个水 水 水缸里面还有一点薄薄的一点 好了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吧 谢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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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健康长久